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是12月12号 农历是11月19星期一 又到了上班上课日 新闻一开始 首先提供您这个星期的天气预报 真的是越来越有冬天的感觉了 而且现在冬天竟然还有台风生成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间8点的时候 确定发展成为今年编号第25号的台风 是轻度台风帕卡 未来它会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 但是它整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 因此强度还会逐渐的减弱 还好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掌握这个星期的台湾的天气的话 气象律就说到 这个冷空气会一波一波的暴到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个基本上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一整个星期都会是湿湿冷冷的状态 那么其中在星期三的时候会有一波的降温 一整天只有15、16、7度左右 感觉都是偏凉的 那么星期四、星期五气温才会稍稍的回升 但是到了星期六要特别注意 因为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报道 全台湾又会装冷 那么气温又会下降 尤其中部以北 东北部到时候地温只剩下12、13度 那么还好这波空气是比较干的 那么提醒您 这个天气变化大 要多多留意身体的健康 保暖的衣物也要穿得够 才不会感冒 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际焦点 但您看到 国际间又有火山喷发 最近这个全球的火山似乎是不太平静 从我们整理的图表可以来看到 像是美国的夏威夷 亚洲的印尼 还有欧洲的意大利 连现在拉丁美洲包含的智利 瓜地马拉的火山也接连喷发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禁训呢 南美洲国家智利北部的拉斯卡尔火山 那么喷出的火山灰云 直冲6000公尺的高空 火山喷发还引发了小型的地震 当地政府提高了警戒层级 并且把火山口周围5公里的范围 设为不准出入的禁区 也提醒航班要注意 至于中美洲国家 瓜地马拉的火峰火山 在当地时间11号也喷发了 那么首都瓜地马拉市 是关闭国内最大的机场 还有一条主要的公路 这几天台湾佛教祭有一大盛事 就是在高雄巨蛋举行的 禁思法水庙莲华金藏演绎 从上个星期五到昨天 一连有5场的演绎 总共有7万3000多人参与 那么昨天最终场 是由云嘉还有台东 以及屏东来的志工 担任演绎人员 尽管路途最遥远 但是演绎的志工 各个都把握姻缘 尽最大的心力 投入这场临山盛会 众人手上微小绿光 群聚起来 也能指引赵禄 这场近3000名演绎者 是远从云嘉 屏东和台东来的志工 早上出啊 我们5点就出啊 坐游览车啊 对对 我这次姻缘 对 因为我年龄很大 我们80岁超过超过了 85呢 所以我一想说 我如果没做 求人家做后来 快去做 旁边很多年轻人都会帮我的 来拉着我就走到我们定点 费业压力是蛮大的 不过就是价值在读书之余 还能参加这种活动 就是很有力量 然后就是有感受到 实际那个法的庄严 药美云歌子戏团展演出佛陀医生 就谭美云师姐出来的时候 那一段我有哭出来 太感动 因为生死 启发善良的心灵 跟随菩萨的脚步 期待着进化人心的情 一切传递的大爱 灌注进了每一个家 大爱能让世界亮起来 慈祭57年历史落实四大八法 万人在相依 慈祭骨髓卷在 当年修改骨髓三等轻限制的 张伯雅也清零现场 现在慈祭的骨髓资料库 已经是局势文明 救助了几十万人 这是我非常感谢慈祭 这一方面的共同努力 六十足鼓震撼出场 中鼓齐民也敲出警钟 虽然就短短两分多钟 也像是把力量爆发出来 也看见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个力量 要再往前冲 没人可置身世外 唯有以善以爱照亮世界 大爱新闻家新李道明 高雄报道 而这几天金藏演绎 真善美志工 也就是影视志工都大动员了 南部六个县市 每天出动上百位的人文 真善美志工 他们出动各类的摄影器材 甚至大炮镜头都出动了 其中还有高龄83岁的志工 也不缺席 透过影像还有文字 为金藏演绎做最完整的记录 记录金藏演绎 黑暗中戴起老花眼镜 聚精会神拍摄录影 这这么大型的演绎 真的看起来很色心 我们人文就说 留下我们的历史的脚步 这几天都每天熬夜 就在上传大仗经 是很辛苦 这是我们的使命 巨蛋它很大 然后它的灯光也很暗 所以在走阶梯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看到这些入金藏菩萨 所呈现出来的肢体动作 让我可以反省自己 那爷照相是谁 请他照相提供 仁文贞善美动员有将近百人 金字庙里有很多的桥段 授法的部分 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整个流程演绎 像志工的一些 前置作业什么的 可以在各定的 巨蛋园团队 最重要使命就是 把它搭菩萨的足迹 给留下来 四点多就起床 然后搭五点多的 游软车过来 殊胜的音源非常的把握 我们来了很早 六点半我们就到了 然后做记录 大家很欢喜 五点半的时候 我会去找 很多的菩萨 也都有入罚函 希望可以多为他们的 就是足迹 多留下一顶自己乳酱 83岁高龄志工 把握机会 勇于承担 我查书查三回 让书都要得出来 我要说没出来 穿梭在巨蛋各个角落 用文字拍照及 入影演绎 留下瓷器大张经 大爱新闻学员的 王焦中 高雄报道 每一场活动 这个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都相当的重要 那么这回呢 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每天要张罗 上万个便当 因此承担这回 演艺会场的相机工作 就出动两百多人 连这个中泡塞 也到厨房来帮忙 天还没亮 两百多位志工 各就各位 分工做料理 这一站超过12小时 一餐是4550 两餐是911 三百 四点半就来了 就要轮到下午 差不多五点 站了太久 他们都没有办法 有的都掰咖 昨天三点 我们就来这边 就切切到晚上 今天量比较多 麻烦刘师兄来协助 那种破筛 团队交接前一天 就要先来备料 这回领头有香鸡三剑客 三位师兄下厨 有20年好默契 高雄金丝堂 要盖的时候 要推素食 女青奶女师兄是大师兄 刘在有刘师兄是二师兄 那我是三师兄 我们是继续到的 20当金 我们是小年 20当 我们是个小年 这个是第二轮的啦 来 这样才不会出错哦 演绎第三天 超过上万的便当 如何精准送达美味 习服不浪费 大有学问 数量啊 日期啊 做一个分辨 这样会比较快速一点 把便当整理好 尽量让入境障 普上还有工作人员 早一点用到可口的餐点 假个人 每天都有变化球 每个环节随机应变 万一早上有更改的话 我马上用手动动 第一天或一天半是最累的 今天渐入佳境 不好意思不能让人家吃很久的饭 我们比较舍不得 尽量能吃到热腾腾的便当 满怀祝福做料理 期盼参与演艺盛会的所有人 健康欢喜 大约新闻 今天要带您看到 在尼罗尔这个国度 有一个世世代代 都以乞讨为生的家庭 慈禧人走进他们的家里 希望改善生活环境 休息一下 一分钟之后 马上回到大爱 早安新闻的现场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儿童被迫成为难民 历史上战争的结果 不是输赢 而是一整代孩子的悲惨世界 成年人的战争 再次夺走数以百万计 男孩和女孩的童年 请给孩子一个和平的世界 家就在不远处 欢迎您继续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出门之前赶紧来关心今天天气状况了 这个北台湾这雨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可能还要再等好几天时间了 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带来降雨 因此基隆北海岸 这个累积雨量已经达到了豪雨等级了 那么新北的局部地区是达到大雨等级 还好这个中南部只有云量稍微多一些 那么还有机会看到阳光会露脸一下下 那么北台湾的白天还是持续偏凉的 那么其他地方是早晚偏凉的情形 也因为东北季风是明显又偏强 所以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的特曝 要留意会有强风还有长浪发生 到海边活动还有注意的话 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15到17度 降雨几率最高高达了90% 桃竹苗地区15到18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80% 中部地区16到23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30% 云嘉南地区16到23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20% 往南走到了南部最高温有27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20% 东部地区15到25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70% 外岛部分最高温20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30% 暖心新闻但您看到的是 台湾的门底观念或许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 不过在尼泊尔这个国度里头 种姓制度还是存在着 而且数千年以来始终没有改变 四个种姓当中 最低下的守陀螺 只能当奴隶或者是乞丐 而且从姓氏就可以知道 他们是属于这个阶级的 可想而知 他们是世世代代跟平平相依的 想要扭转命运或许很困难 但是现在有一群贵人 正想办法贴近这些家庭 再来想办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南平尼的帕达里亚村 拉梅什纳图瓦家族 世代祈祷为生 纳图瓦就是祈祷的意思 我们在第一天来的时候 那么就见到他的父亲 母亲还有小妹 看到他们骑着脚车回来 那么母亲跟小妹 当天祈祷回来的收获 一些米还有几粒的马铃薯 尼泊尔的种姓制度流传几千年 地位最低下的守陀罗 就是奴隶或是社会边缘人 拉梅什纳图瓦家族就是守陀罗 除了乞讨 他们也在婚宴或是殡葬场合演奏乐器 当年16岁的拉梅什 左腿被铁钉刺伤 发炎流浓 就一十年花光了钱 伤口还是没有痊愈 他就是有时候 他就喜欢用他的手去挖 所以挖了变成 就一个变成一个伤口 所以我差不多一个礼拜 都会下去看一次 看他的伤口的进度 生活已经非常辛苦 还可能失去栖身的茅草屋 屋漏偏逢连夜雨 唯有靠知识才能走出困境 劝说父母一定要把孩子送去读书 将来才会找到好的一份工作 我们的一些劝导 他们真的是有编进去 那么看到了这个小女孩穿上校服 准备去读书的话 我们也感到非常地欣慰 志工走进拉梅什一家人的生活 期待打破他们世代祈祷的命运 大爱新闻优尼斯杜西 余少年林雪群尼泊尔报导 也是付出关怀 在中国大陆最基层的劳动人口 环卫工人 他们每天天还没亮 就在街头工作 再加上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他们就像在冰箱里头劳动一样 因此在经济特区深圳 有爱心的企业跟志工 针对环卫工人 展开了寒冬送暖 希望像手套跟大印一样 把温暖送到新坎里 三坪不到的屋子 就是环卫工人刘美华 在深圳的家 屋里只有一张床和桌子 所有物品都是用了 超过十年以上的 屋顶还不时会出现水利声 刘美华的无奈 其实就是所有环卫工人的 生活缩影 身为最基层的劳动阶级 天位量就得上工 收入却不多 在即将迎接新年之际 深圳慈祭志工深入 每个家户去关怀 虽然说物质很丰富的一个城市 但是也有一些暗角 我们是平时没有去留意到的 也透过这次环卫工的发放 看到很多暗角 环卫工人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 和工作环境都非常艰苦 但是他们很阳光 很自信 而且非常勤劳 认真地在对待这份工作 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平凡而伟大 补足环卫工人的生活所需 深圳慈祭人第八年 进行真爱环卫的活动 今年寒冬纵暖7000户 志工从10月中旬就开始准备物 不是这样的体力劳动 我们就很少了 从事一次也能体会到 环卫工人日常的工作艰辛 社会各界的赞助 透过慈祭人的双手 将要把这份温暖 轻松到每一位城市美容师的手上 戴新闻 真善美志工 戴新名 李奎 张坚鹏 广东报道 还有一群人需要关怀 他们是生活在马来西亚 却没有国籍的儿童 希望为这群孩子 筹募教育基金 马来西亚的慈祭志工 爱心大串联举办了蔬食意卖 新鲜的五股燕麦可乐饼出炉 现场还有各式蔬食 慈祭亚碧之会 为吴国籍学童筹募教育基金 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努力 一起做好一样东西 我们又可以帮人 我们又可以买到喜欢吃的东西 我感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要改变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活动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而且会影响未来的年代 尤其是那些孩子 没有任何责任 爱心汇聚为了教育之外 更鼓励大众持续吃素食 吃素是唯一的灵魂妙药 有健康你就有幸福 在感受到这个食物的力量 能够把身体调好 就是说我们就是 爱护生命的一个举动了 也不是说我们吃素是要有多高尚 但是至少我们选择不伤害 慈祭古境之会与淡鼠据典 也举办蔬食义卖会 就是要帮助他们进行他的学习 就让他们有那个学习的机会 众人以爱心灌溉新芽 成就无国籍孩子的教育 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 当前备受关注的体育比赛 就是世界杯足球赛了 目前进入四强赛的阶段 到底哪一个国家会抢下冠军奖杯 大力神杯呢 没有想到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这个奖杯已经出现在了巴西 但是呢是复制品 不过呢就算是山寨版 也非常的受欢迎 连这个名人都想着要收场 特别是足球明星 或许他们都有着冠军梦 过过干饮也好 全球风势族 古 国旗 球衣 啤酒 是观赛四大法宝 不过对巴西球迷卡里尼来说 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 54岁的卡里尼是复制 士族冠军奖杯 大力神杯的专家 他利用每周末的业余时间 完成一座又一座 金灿灿的复制品 至今已经卖出超过500个 奖杯复制之路 起点是1994年的氏族赛 当年卡里尼在电视前 目睹巴西夺冠 捧起大力神杯 自己想要一座复制品 但到处买不到 于是自己动手 越做越起劲 不断精雕细琢后 甚至内玛尔 西罗等 大咖球星都买来收藏 戴新闻 六爵鱼编译 早安读报的单元 要带大家掌握的是 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先看到联合报的报道 连续三年的民众退休率大调查 今年发现到 因为免疫情的冲击 还有通过膨胀的压力 让所有人都提早预习 一个人的生活形态 一个人可能带来 如海啸般的冲击 但是呢 也是社会 以及个人觉醒的契机 退休准备要及早来因应了 再看到是海峡时报的部分 英国有一名13岁的女孩 她罹患了T细胞急性 淋巴白血病 化疗跟骨髓移植都没有用 后来是加入伦敦 有一项创新的临床试验疗法 接受来自健康的志愿者 基因工程处理过的免疫细胞 28天之后呢 她的癌症病情得到了缓解 让她能够接受第二次的骨髓移植 来恢复免疫系统 目前她的情况良好 最后看到的是BBC的报道 印度孟买这座城市呢 是一座靠近海边的大城市 人口超过了1800万人 通常孟买的空气品质呢 要比首都新德里要好 但是12月初的时候 观测到木马也出现空气品质 严重恶化的情况 这反映出呢 印度的车辆工业污染 实在是太严重了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读报的焦点 提供给您参考 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舒时365日日速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